车窗上被塞上小卡片 相信不少的车主都碰到过 大不了我们拿过来就直接扔了 当然了扔到垃圾箱里肯定是更好的 当然没当那么一回事 但是一旦这个小卡片掉进了车门缝里边 那想取出来可就麻烦了 最近张家岗的徐先生就碰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徐先生说 几天前他的车窗上被夹了几张小卡片 自己也没在意 他就把车窗降了下来 没想到小卡片掉进了车门缝 当时也没怎么注意 但过了几天以后 发现摇车窗的时候 车窗不利落 就为了这几张小卡片 把车门都拆出来 居然花了我几百块钱 记者从4S店了解到 因为小卡片损坏车窗来维修的情况并不罕见 维修人员说 一般十几万的车 拆个门就要一两百元 我们正常拆车门的话 需要把那个 首先要把门市板上面的一些附件拆下来 然后再把门市板拆下来 像这种小卡片之类的 耗时比较长 差不多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还要根据不同的车型 它就是拆装的时间也不一样 维修人员介绍 车门里面都有下水道 如果滑进了卡片 没有及时取出来 轻一点 雨水不畅 车里会有一股散不掉的霉味 除此之外 淋到门里的雨水出不来 不仅门的内部会生锈腐蚀 而且玻璃升降器的电机也会损坏 引起车窗玻璃升降困难 如果严重一点 可能会引起门磨坏的失效 那个的 可能后期的危险不远 就会比较大一点了 对此气修店提醒 一旦车窗被加了小广告 千万别急着摇车窗 一定要先拿掉 不然掉进车门就麻烦了 请不吝点赞 召唤 转发